HELLO 大家好,又是Hwazoo 今天想介紹一下,很久沒介紹的 曾經有很出名的Mapboo 名字叫做馬克普FDP-9 大概10年前,8年前 KSC或KWA 跟他合作過 生產過一支起槍 FMG-9 沒錯,就是這把Gibson 無緣無故說回這把 因為近來Mapboo發佈了他們新的廣告 看看好像九五八八 用一些很輕鬆的方式表達 用一隻早餐碟也能加入到的 可能美國人早餐會放一把東西在碟上 我想他的意思是很輕便很細 融入家中的意思 回顧過去 這把FMP-9 回顧這把FMG-9 我就稱呼為Gibson 這把東西都風魔一時 當時我自己都心慾慾慾 不過最後就沒有入手 等到現在,真鐵廠又想翻兜 其實工程師很久以前 都找過一些舊款的槍 更加精美的 sub machine gun 或者現在極之流行的 將Glock融入 加了一套Kit 就變成一把SMG 現在就很流行 當時就比較夾身 很簡單的 按按鈕就彈出來了 我覺得他最吸引就是他用Glock甲 首先大家 我想大部分人都有 另外就是他的手抽 其實可以拆出來 是一條魚骨 可以裝其他東西 而來我覺得超級科幻 很一贏 這次他就跟ZEV合作 外觀上就有少少分別 以前那把就全黑色 新的那把就有少少金屬銀色外觀的零件 不過好像要等到2022年才會出產 究竟Airsoft不會比他快 希望有其他廠會出這套Kit 如果喜歡燈鐵傳統 其實我自己就很喜歡科幻的動畫 以及他們設計的槍械 這套Goes in the Shell 其實有點像P90 不過我覺得他更像以前PTS陣的PDR SMG的AGG 如果KWA繼續推出這把系統版 我真是很動心會買 可惜KWA幾年內 都沒有怎樣再推出這些新款的器材 再想說一下真鐵的產品 Macpool出出周邊的產品 M4 最近就推出一個M-Bus的第三代 之前一、二代 二代小弟也蠻喜歡的 滴色、形仔、瞄準也很清晰 現在官網再發布 將會推出第三代 第一代比較肥仔 第二代是滴色的 我現在都依然在用 不知第三代有什麼時候可以在街上看到 他不僅帥 而且他很方便 只需要按按鈕就可以立即彈出來 作瞄準 而後準聲也是很方便 他除了一個小一點的孔 還有一個大一點 近距離、遠距離 其實就算你沒有RAC.Sight 也是很方便去瞄準的 另外其實我也挺建議 就算你用紅點鏡 我都喜歡加一個準聲 作為Backup之用 萬一沒有電或者壞了 都可以立即瞄準到 另外PTS很久沒說過了 前陣子都出過一段時間 AEG的M4彈夾 一個彈夾的旁邊開了一個窗後 加了一顆橙色的點 當BB彈全load的時候 當BB彈全load的時候 那顆橙色的點就推到最上 而沒有了的時候 那顆橙色的點就向彈夾的下方 玩家就容易掌握自己的子彈的數量 之前說了很多不同的氣槍 想說一下真鐵和氣槍之間的產品 那麥克風的粉絲呢 相信是超多的 以上 有哪些產品吸引到你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 互相交流一下 好 今集說到這麼多 下次見 拜拜